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小朋友发展比较迟缓一点 比如长得比较矮 比同年龄的一般小朋友长得比较矮的时候 我们讲说他慢熟 爸妈会担心 那如果有的时候长得太高了 我们又怕说小女生的月经会不会太早来 会不会太高人一等 那跟健康最有关系的其实是身高 对不对 身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究竟在现代医学方面 关于小孩子的身高 有没有办法帮他一把呢 帮他一把 对 因为我们对于人为什么会长高 为什么到了某个地方就停止 以及为什么会衰老 其实是逐渐有研究的 包括了生长激素 或者是饮食方面 或者是中医调理方面 有没有可能帮助我们的小孩子快乐的成长 其实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方法好好的找出来 好 所以我们针对小朋友的身高问题 我们请这个蔡医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那什么叫做小朋友的平均身高 那是平均低于多少 或是高于多少 算是需要医学的帮助呢 其实教育部在很早以前 就有制定这么一个标准 有标准的 那其实我们每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 学校的健康室或保健室 都会帮学生量身高 第一件事情 那这个身高其实就每个不同的年级 都有教育部公布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像现在图片所说的 像一年级的孩子低于107公分的 那这样怎么样 转介到专科医师 就是要去看医生就对了 没错 是不是太慢涨了 是不是 这种就是表示身材太矮小了 太矮小 那这个标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的曲线里面说小于3个百分位 等于是100个小朋友里面 她是后面的 对 稍微落后一点 就是同样年年孩子 后面3%的 对 她在领先两个一个 就大概这样子 就轮到她了 对 那像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要小心 是不是有什么一些病理性啊 或是需要做治疗的 要帮助她 二年级是110 三年级要116 这都还110公分的 110公分还蛮矮的 四年级120 五年级125 像我的小朋友现在是五年级 如果这身高第12 她的小朋友好高哦 她160 对啊 跟我一样高耶 她比她妈妈都高了 我们本来担心说她会太快这样 这个现在还好 对 待会我再讲我们小朋友的故事 来 六年级是130 然后之后国一国二国三 为什么男女分开啦 因为这个时候 男孩子跟女孩子成长发育不一样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好像女孩子常常都觉得 这个同班的男孩子好幼稚喔 对 尤其小五小六 对 那就是因为女孩子 其实成长发育比男孩子来得快 她很早进入青春期 那男孩子平均比女孩子慢两年 慢两年 所以这个时候也就开始 所以这边就不一样了 对 标准不一样 男生女生组合汉界就开始了 都不讲话 不牵手 觉得臭男生就来了 对不对 那国一国二国三也是一样 那基本上大约134到138 要低于啦 对 那是国一的 国二是141 144 那国三是149 146 对 所以如果小于这个身高 就应该赶快去找专科医师 学校应该会转介嘛 去请他去看专科医师 大部分都写一个转介单 然后请他去看专科医师 那这只有低于的 有没有高于的啊 高于是不用担心 基本上没有做这样子 但是其实 常常这样的一个表格 常常只看到说 发育太慢的孩子 对 其实很多早熟也是导致 身材矮小的原因之一 太早熟也会矮小 小三小四月经就来了 那就会小心 对 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标准是 如果女孩子 第二性真的发育 基本上是胸部的发育 对 胸部 大概说是在七岁八岁之前 那就要小心 那就是二三年级了 是 是 如果是二年级 大概是胸部的话 那就太快了 我们国人平均好像是小四了 对 大概现在都是小四的时候 大概胸部就有发育 对 想我当年是国中才开始 真的啊 你这么晚发育 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 看我们班男生都这样看 你好高 你好高 没想到到国中就这样 你怎么都没长 没错 我还记得我小学毕业的身高 135公分 真的吗 怎么可能 真的蛮矮的 后来就开始串 然后开始凌驾 所有的人 在生学主义的压力之下 拼命吃拼命掌 这样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是标准 大家每个家长的 都要记得一下 所以换句话说 刚刚医师有告诉我们 身高如果比同年龄的小孩 都要矮 注意一下 那么大约是小于 这个三个百分比 百分点 就是刚刚那个数字 就刚刚那个数字 就要少 还有呢 还有其他的变面方法 比如说一年的生长速率 低于4公分 小朋友一直停在那里 都没有长 照理说每一年级 每一年都会长一点 长一点 对 我们平均来讲 在发育前 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其实平均要长5到6公分 这么多 对 一年要长5到6公分 所以其实家长可以回去算一算 每学期孩子的身高纪录 拿回家的时候 其实可以比较 上一个学期的 上一个学年的这个时候 我会有没有长到 到5到6公分 那如果 他的标准是这样 如果是小于4公分的话 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只要其中有一点 其中有一个就要去看 是 其中有一个就要去看 这样子 还蛮严格的 好 来 或者是第二性征 提早来临 这个父母都会注意嘛 8岁以前就乳房发育 9岁以前 男生是搞完就发育了 对 因为女孩子 他的乳房发育 其实看得比较明显 对 外观可能看得到 男生不会注意耶 对 但是男生就在裤囊以下 很多家长就因为这样 都忽略掉了 那我们家长还要去摸吗 如果够专业的话 其实 你摸得出来吗你 摸不出来吧 大小吗 其实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标准 如果家长的父母亲 只有关心自己男孩子的发育的时候 要关心一下 那其实 可以试着在他洗澡的时候 试着帮他量他的稿丸的长径 直径是不是 直径 长径 长径 因为稿丸是椭圆的 对 椭圆的 好 画一下 医学节目 大家不要在意 画一下椭圆的 就要量他的这个长径 在这边 这个长径 这个长径 基本上 在青春期之前是2.5公分 才2.5公分 对 2.5公分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这个搞完的长度 已经大于3公分的话 就开始发育 表示他要进入青春期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 如果觉得这个孩子青春期发育 那是不是太早还是怎么样 那其实就可以来找 就可以注意一下 那如果实在搞不清楚 去请一生量也可以吧 当然 这孩子不想跟你量吧 应该可以吧 趁着睡梦中 我的天 好 家长自己想办法 是 所以男生也要关系 不是说只有女生的问题 男生长得太娇小也不好 或者是外观 骨骼异常 蓝眼白 或者是身材矮小 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 这边看到一个蓝眼白 什么叫做蓝眼白 蓝眼白我们台湾人也会吗 我们这边有一张照片 是外国人的照片 还是外国人这样子 对 因为 有些骨骼的异常 是因为它的所谓的 截涕组织发生了问题 那截涕组织 不只在我们骨骼里面有 其实在我们眼白的地方 也有这样的组织 所以一旦这个截涕组织 发生突变 或是有异常的时候 其实不仅身材骨骼受到影响 眼白也是 真的 灵魂之窗 这个眼睛 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眼白 眼白是蓝色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小朋友 眼白是蓝色的话 可能表示也是会有异常的状况 就是明显的 会比较娇小 会比较娇小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看医生 要寻求正确的诊断 那这是什么病症 像比较厉害的 像我们所谓的玻璃娃娃 玻璃娃娃 玻璃娃娃就长不大小小 对 容易骨折的这些小孩 当然到那么严重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但是有一型的 就是身材还小 骨质疏松 但是也没有骨折 但就要借这个方式来 借这个方式 可以看得到 那这样我们学到新知识 是 如果看到蓝眼白的小朋友 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是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生长曲线 我看每个家长 大概都看过了 对 其实有看过 生长曲线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是男生的生长曲线 对 小生生长曲线 换句话说这边是年龄 是是是 这边是身高 那一般正常的曲线 如果小朋友长得比较快的话 他就会比较陡 对不对 就是往上面的 是是是 比如说我们随便点一下 比如说十岁的时候 十岁画一条线 有的小朋友十岁呢 已经到160了 对 那有的小朋友 比如男生发展比较慢的话 是14多 15多 13多 这个都是各种不同的百分比 最低的这一个 我们看到之后 大概120到130之间 那这每一条线 我们这有五条线 分别代表着 97% 对 100个里面 他大约赢过97个人 对 非常高的 然后再来是85%的位置 再来是50 15 这一条线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3了 如果你的小朋友一量 哎呦 怎么都符合这条3的最低曲线 那是不是要去看医生了 是 你看看这条 这边蓝色的这条曲线 对 这条曲线 其实都是在 都是在所谓的3个百分位以下 以下 那如果你是属于一直在 就在这个曲线下发展的话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的 就是全国变成100个人 他是倒数第一个 或倒数第二个 那就要小心 像这个点位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很娇小 那如果说 那要什么时候去看呢 因为这时候 小婴儿三四岁 三四岁一百公分以下 差不多啊 其实大概一岁 一岁多两岁 那如果他一直都在这个曲线上 一直没有上来的话 没有上来 其实如果像打预防针的 很多小儿科医师 就会请你建议说 可能要看 所以小朋友一岁两岁三岁 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 应该就可以互相了解 密托妈妈 对 有的结构很认真在记录 真的吗 密托妈妈你也记录吗 真的看中年代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的 真的 好久以前的 现在都是这个 我女儿是拿这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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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这个 然后你看我们身上去是 医生可能没有看过这种 我们是在线底下 自己画一条线的 对 非常非常小 你现在有几个小朋友 我两个小孩 那老大就是那个 这个是老大的吗 这是老大的 老二的不用看 老二长得下下叫 真的吗 对啊 我们家老大就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家老大老二的照片 好 一年大概长个 基本上就是老大比较矮 老二比较高 不要讲这个字 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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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比较高 老大比较娇小 所以这个是老大 然后右边是你嘛 那这个是 他们两个有差一个头 年纪差多少 差两岁 这个一四五 这个一六六 他一四五 一四五 算是比较娇小的 真的很小 他就是那个一年 一个学期长不到四公分 三公分 四公分 然后妹妹就有一年 一个一年就长到十公分 所以妹妹就不用管她 不用管她 那你们有专心 注意老大的长得 对 我几乎都爱心说话 那要去看医生吗 有 有 一路上什么 该要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去看的 几岁的时候 他生出来才 一千九百四十五公克 娇小玲珑 非常非常的娇小 所以他说 你是跑步产还是早产吗 出生二 我看一下这里 你看 对 一九四六公克 很小吧 是不是很小 真的非常小 就很小支 所以这个就是他小的 然后都记录得蛮不错的 妈很认真 好认真 因为第一个嘛 第二个就随便养 但是你就知道 以前看健保的时候 是这种盖章 对 这盖 盖 盖 这个好怀念 好令人怀念 这个要留下来 十几年了 而且还要翻好几张 还好几张 对 以前是这样子 我们一路都在看医生 这真是有历史的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电脑晶片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曲线 那你的小朋友 你们自己记录的这个曲线 都在全国3%以下 那怎么办呢 就很小支 虽然一路都很小支 一直到现在高中 二年级 还是很小支 对 所以我们这中间 该要看的中医 西医 转骨治疗 生长结束 打针 全部都看了 我大概没有录到那一样 这个待会再好好玩吧 真的 待会再好好请教医生 对 真的 那结果呢 结果现在就是很小支 我已经开始转念了 转念了 也许医生讲的是对的 医生说那就是像妈妈 对 你几公分 我可以问吗 可以问啊 150 150俱乐部 比较矮 可是你说我们的老二166 怎么说 对啊 老大145 那个爸爸基因优良 好 所以我今天来了解一下 没有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很重要 要支持老大跟老二 是 让他们觉得说其实身高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对不对 绝对不是问题 而且我刚才讲 头脑聪明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家里也很好嫁人啊 没错 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老大老二都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爸妈的基因都很棒 真的真的 超漂亮 然后可以走演艺路线 这么小 真的真的 我觉得非常地可爱 来 那妮可妈呢 你的是 弟弟的身高 他是两岁九个月 男宝宝 对 男生 然后他之前 可是他身高 医生是跟我说很高标 但是他身高 对啊 我们看这个基数 这个都蛮蛮高的 在中间以上 大家都跟我说他好瘦 他是怎么长高的 你觉得是太瘦了是不是 周遭啦 对吗 妈咪总是会问医生说 那体重啊 体重也有这样的图啊 有没有在中间 体重有 体重就在后面这边 对 对他是起起伏伏 相对比较 对 没错 但是还算正常的小朋友 不成比例 我都有问过医生 你那个时候有担心过他的 有 长太快或是长太慢吗 长太 因为高 那医生跟我说高 为什么跟体重 我会问医生说 怎么好像不成比例 为什么体重没增加 那他是怎么长的 为什么瘦还可以抽高 那会不会长这么快 高的话以后长不高 以后长不高 我最怕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男生也会担心 对 太早长高 那结果现在呢 可是他因为他很活泼 医生说发展也还好 反应你 那我觉得你这样应该还蛮放心 继续画下去 对 继续画下去 小朋友会长得很健康 应该是 应该医生这样是没有问题 就是体重跟胸高 其实我看起来有点觉得怪怪的 怪怪的 其实在这个点上面 怎么怪怪的 要很小心 真的 你看你这个曲线原本是 都在所谓的大概一半以上 就50%以上的曲线在走 对 结果好像走到大概一岁半的时候 突然间平掉了 有没有 平了 就从大概75%的 然后变成50% 变成25% 那段停滞很久 那是停滞 对 这样停滞 所以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年要涨4公分 可能没有到 所以它就没有到那个 刚才找的那个幅度 那才两岁 往横的涨 那从两个跨越两个伸长曲线 那这个就其实要小心 跨到两个伸长曲线 对 照理说高的会应该顺着这个线子 对 稍微加小一点顺着线子 像我们刚才把它跨到 比如说它原本在75的 好来 我们来画一下 好来画一下 像原本它是75个百分位的 这样的曲线在走 对 但是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居然就横了 对 就往横的长 跳离原来曲线 跨过两个曲线 往横的走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 对 像如果是这样子一来的话 就特别要注意 这里要注意 所以你可以 有的是后天性的因素所引起的 没错 比如说 脑部如果长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 会压到生长进度分析的细胞 你就会 不过你生长后来看 就长得还不错就不错了 后来有回来 后来有回来 是 好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随时随地观察 小朋友的身高跟体重的状态 对 这样子做一个称职的父母 会比较好的 好 那基本上呢 其实像这些长不高的问题 主要是生长迟缓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原因 会造成这些生长比较迟缓 对 我们最主要 希望是要发觉说小孩子 如果只是说一般的正常健康 那只是长得比较小 那个我觉得应该就还好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 有没有病理性的因素 有没有生理性的疾病 所导致这个成长的迟缓 那我们比较会想要看的是 比如说有些症候群 比如说像糖氏症 像这些孩子 他其实身高就会比较 因为染色体的问题 先天的一些状况会导致 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的 那有些代谢功能异常 代谢功能异常 也会造成生长迟缓 会 有些代谢 因为太胖吗 不是 那些大概是讲的是 所谓先天代谢异常 就是本来有些氨基酸 或是蛋白质 那病吗 一型糖尿病吗 那些不是 也不算 那个不是 我们特别讲的是氨基酸 有基酸或是脂肪 代谢上 有一些酵素的缺乏导致 还有小朋友如果有慢性的肾脏病 对 肾脏病也会 或是肠胃到吸收不良 肠胃吸收不好 对 像有的孩子 就有先天性的小肠 就被截断的 对 那种的吸收就是不良 吸收不良 那当然营养因素 等一下可以营养是在 就这个部分在特别强 对 营养其实 现在我发现 我们台湾的营养 其实还是有些孩子 真的影响是有些状况的 没错 那当然还有一些身心 社会的一些状况 社会的因素 比如说家庭有些压力太大 导致这个孩子 成长受影响 那另外还有就是 生长激素缺乏 体内的生长激素缺乏 或者是这个 透纳视症 或者是小胖威力症 那透纳视症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边有看到一张照片 这小朋友的脖子怪怪的 对 我们这 你看他的脖子 我们正常的脖子 应该是两边就是 脖子小小的凹下去 对 结果这孩子的脖子 我们这好像是 那个青蛙的脯一样 对 我们称之后 这个颈子叫脯状颈 脯状颈 那有时候 他手指伸出来的时候 手指也会比较短小 尤其第四指 会比较短小 我们家就这样子 真的吗 误以为小朋友是透纳视症 因为医师讲到这个 我想到 他的手指头没有这个骨头 没有这一颗 会凹陷 凹下去 凹下去 然后这个凹下去 然后讲的那个比较短是 很有意思 他两边我们这样都是 一样棋一样长 对 还有一个比较长 一个比较短 对 第四指 第四指比较短 就不对棋就对了 第四指 对 没有错 还有这个正常 那怀疑是 那后来是不是 所以我先哭三天 再上网去搜寻 哭完以后 看报告以后跟你讲说 恭喜你不是透纳视症 好险 真的好险 那如果是透纳视症的话 怎么样也是长不高吗 这个可以经由染色体的检查 可以看得出来 对对对 我们都检查过染色体 20岁 50岁 100队都做过检查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没有事 可是你是这几对没有事 不代表你其他没有事 这是医生的回答 对对对对对 没错 那还有这个病的话 会怎样 会怎样 这种孩子基本上 就是平均身高 比一般正常的女孩子 少20公分 20公分 正常身高如果150 他才130 对像日本跟台湾的统计 大概平均身高140 就140公分 到145 大概就这个样子 那寿命也会减少吗 其实他如果没有合并心脏的问题 就这么好 只是矮一点 对就是矮一些 那小胖威力呢 那小胖威力也是一个染色体的疾病 它是一个先天疫 15号染色体的疾病 那这个孩子他80%的都合并生长基数缺乏 所以这样的孩子都会比较矮小 了解 所以这个小朋友生长迟缓的问题 的确是值得我们全国的家长 共同来关心 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 知道小朋友的身高究竟够不够呢 比如说你预测 有爸爸的身高 有妈妈的身高 那爸爸加妈妈的身高 我们能够预测小朋友大概是多高吗 还是小朋友会像苗一样长得特别高 或长得特别高 其实有科学的数据 好 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怎么算 欢迎回到一健康同学会 有时候我们对未知的世界 总是充满了好奇 比如说我的小朋友 以后到底会嫁谁娶谁 到底大学他会考到哪里 他如果出过留学会念哪里 以及他身高会长多高 对 他以后体重会是多少 他才刚出生我就在想他多高了 真的 真的就在想了 那今天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我们从爸妈的身高 可以预测吗 可以预测小孩子的身高 大约是多少公分到多少公分 是 这个公式非常的简单 来教大家一下 如果爸爸的身高 如果是男生的话 加上妈妈的身高 如果是男生的话 爸爸的身高假设是180 加妈妈的身高 假设配的是165公分的妈妈 这是model加几个 然后再加上11 除以2 就是可能是小朋友的身高了 男生的身高 好来 这个就是180加11 165加11除以2 就是178 所以小朋友男生生出来 爸爸178 爸爸180 妈妈165 小朋友可能是178左右 为什么左右呢 因为男生大约有7.2公分的变异性 换句话说 可能减掉7.2 可能如果稍矮一点呢 大约是171 171左右 或者也可能窜高 比爸爸妈妈还要高 再加7公分 可能到185 对 就是在171到185这个中间 是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 女生很简单 加起来减11 这边加11 这边是减11 所以180加165 减掉11除以2 所以这个小朋友呢 平均大概是167公分 也很高 这是高 因为爸妈都高嘛 对不对 6 7 那也有6公分的变异 男生是7.2 女生是6 所以减掉6呢 他用的是161左右 所以他也可能加6 就是173 这两个爸 这个爸妈是高的 所以生出来就是高的 那有可能爸妈生出 爸妈高 生出来小孩很矮吗 这些也是有可能 超过这个7.2 或超过那个6 那有的时候 像这样子 有超出这个范围 我们就可能要查一下 是 医生就是这个公式最主要目的 就在刚刚所谈的这个点 就说我们期待 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在这个范围之内之外的 是不是有一些孩子 自己的因素 健康有没有影响到 这就是医生要去查的地方 那阿儿姐的有在范围内 阿儿来 你们家的情况呢 来看一下 我们两个都不在这范围耶 真的 你看如果这样算出来的话 应该154对不对 154 我们家老大145 倒过来了 我们家老二166 15-6 全部都没在这个范围耶 156的话还有还有 156 没有耶 没有耶 所以你两个小朋友都不在 那个6公分上下的范围 妈妈厉害完全 真的两个特别厉害 你确定是你生的吗 是 不然呢 看那么像 无论不知道 范围已经生了 其实月儿姐 月儿姐有一个状况 其实刚刚 刚刚我稍微听了一下 就是你的儿子 女儿 女儿 出生1900多 但是你是逐月生产 37周 所以其实逐月生产 这个居然有这样的体重 其实叫做出生低体重儿 对 我们现在发现了 对 出生低体重儿 大概到两岁的时候 大概有大概15%的孩子 没有办法回归正常曲线 那这些15%没有办法 回归正常曲线的孩子 其实到四岁以后 大概也都是没有办法 进入三个百分位以上 那其实刚刚看你的 那个生长曲线的 好像就是符合这样的状况 所以自然就在你这个 这个预期的身高 那个范围就是落差在外面 那他应该要提早治疗 更早比如说两岁三岁就要 那你怎么解释 我们家老二人那么高 那是爸爸好 就是这样 我只知道 医生已经这样讲法 医生你都没有给人家心灵指导 心灵的那个建设跟安慰 那是出生的状况的问题 那像他们家这个两个 都超出我们一般的常模 就是都高于6或低于6的 这几率大吗 医生两个两个都没在这里面 其实绝大多数这个涵盖在90%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如果早一点去发现 早一点去发现 或者打生长激素等 有没有可能 对于这种出生低起重 国外在打生长激素 而且效果也都还不错 了解了 所以你治疗的时候 如果更提早一点 搞不好 可是当时医生说 还在那个初期的阶段 他其实也不建议我们太早打 因为还没有太多的那个量化 可以去看 对 没错 好 来我们来看Miko妈的 爸爸175 妈妈就是你了 160 真是莫名其妙 加10 放在小男生嘛 对不对 所以以后可能会长到173 我想偷擦掉这个 他想要到180 你看加7 180 可是现在医生 那叫问老天 说到小孩吃饭 因为现在我们那种 小小孩的妈妈群里面 都会谈到小朋友性格 有性早熟的问题 对 她两次就要讲 对 三岁多说 有性早熟的真相 三岁 是女孩 然后医生跟他解答是说 可能环境荷尔蒙的问题 有可能是 三岁长胸部吗 塑化剂 对 就是有发育症状 还是胖胖的 对 他胖胖的 有这种现象 就是您讲的这个塑化剂 或者环境荷尔蒙的问题 有的 那像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观察 我们在研究显示 六岁以前 女孩子有胸部发育的 其实80%都会自己会退掉 如果我们验出来 身体的荷尔蒙所产生的 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再追踪就可以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男生女生的曲线 再来复习一下 好 医生来告诉我们 这个男生曲线 他如果都低于这个3%以下 那这个就是早熟了吗 还是晚熟了 这晚熟了 晚熟了 这条曲线 这样看起来 蓝色这条曲线 好像真的是有问题 但是其实 这牵涉到一些特殊的状况 也不一定 有可能它是生长激素缺乏 或是说我们刚才提到透纳症 小胖威力 一些身体有问题的 那可能就走这条曲线 但是也有一些正常的变异 所以什么叫正常变异 比如说父母亲本来就不高 那他可能这个曲线 就是真的一直维持这样 那身体也没有疾病 那至少是合管的 没疾病也算是正常 只是稍稍加小一点 但是呢 好 那如果有一种是 所谓晚熟型 晚熟型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他小学的时候好像不是太高 但是现在婷婷 不是婷婷玉力 婷婷 婴俊挺拔 婴俊挺拔 像这种有所谓的晚熟型的 晚熟型的 我这样婷婷玉力也太大顆了 所以这种曲线 他可能到后来就 慢慢就正好 他会走进来 要超越同侪了 人家是在这个时候 人家是在这个时候发育 对他来讲他是晚熟 他有到14、15岁的 比如高中 他高中有的时候长到大学 就是这种型 有耶 你是高中超高的吗 我是国中的后期 高中主要是高中 所以我是稍晚一点 我就记得每次排位置 一直往前调 以前都是 以前都在前面 后来就一直往后调 后来就一直往后调 后来解释根本都看不见 但是像这种型的 其实在 你怎么知道是 你以后会长高 还是不长高 其实这个时候 可以医师照个古灵 就知道你现在的状态 对 好 所以换句话说 除了这个方法以外 有照古灵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从古灵来判断 是否生长迟缓 这个就照X光 对不对 好 那怎么看呢 来我们看这个男生 这个是12岁半的古灵 这个是男生16岁的古灵 这个 您要怎么看 是看它的密合度吗 没错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说 男孩子在16岁以后 大概古灵16岁 大概就不长 不长 那你看不长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 高一高二 对这个时候就 它的中间的 打圈圈的地方 其实都没有缝隙 有啊 还是有黑黑缝啊 这个缝是叫关节 这叫关节 但是我们看这个 12岁半的男孩子 这个关节的上面 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缝 所以这个就是 古板的位置 古板的位置 所以你在讲 那个生长板 生长板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还有一些细胞 在那边可以进一步生长 对 就在长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这个手骨啊 那看它的那个 密合度 中间的那个密合度 就可以知道说 它还会再长几公分 对 我们从这个骨头的状况 可以评估 还是生理的现象 那可能这个孩子 他可能是14岁 但是已经16岁的古灵 那对不起 他没得长 了解 那或许这个孩子 他是19岁 是 18 19岁 那古灵现在才16岁 对 他还可以讲 对 了解 像我们小朋友也有去看 那医生还有 拿那个尺去量 真的喔 好像量一下说 那个间距是多少 然后再去查书 你小朋友 放心啊 还会再长 古灵可以做一个预测 那相对来讲 女孩子 女孩子就不如 11 14岁 对 像女孩子11岁 这边的古板 其实上都还有缝隙 还有缝隙喔 我们看到两个 但是女孩子到14岁的时候 其实你看 骨灵就密合了 所以我们再来说 如果我们看到 女孩子古灵14岁 男孩子古灵16岁 这个时候 其实你再做任何的治疗 都是枉然 连生长激素也不用了 没有 枉然了 对 你在打生长激素 你看这个其实末梢的地方 都已经合起来了 如果你这时候打生长激素 反而他骨头不会往前涨 往宽的 往横的涨 会形成所谓的末梢肥荡 喔 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 如果看到男孩子古灵16岁 女孩子古灵14岁 就知道差不多了 我们基本上就不做 还积极的治疗 没有用了 所以要在这个之前 如果说男生12岁半 女生11岁半 这是古灵 所以他实际年龄 搞不好14、15岁 但是一看 还有这个空隙 就还可以继续 那早知道我20岁那年 赶快去看一下 搞不好还可以再加一下 20岁基本上 还要加 20岁那一年 你可能再打那个枝端 末梢肥荡肥荡 因为绝对现在160不够高 对 那你这样讲阿娥都有希望 阿娥今年 我已经都不想讲了 她还可以再继续打 是不是 她可以继续讲 照一下 照一下古灵 搞不好还可以 我现在只要靠高跟鞋就好了 对 搞不好也会践倒危险 对 那个还长得更快 好 换句话说古灵是可以的 来 那如果古灵延迟的话 或者是古灵超前的话 这个又要怎么解释呢 对 其实古灵除了刚刚可以给我们知道说 孩子是不是有潜力 那其实对于真正身材矮的个案 其实我们古灵超前或延迟 其实也给医师一个概念说 我们大概孩子要考虑哪些状况 那如果古灵比实际年纪 还要小于两岁或两岁以上的话 那如果他有身高小于三个百分 会一年小分到四公分 就我们刚才谈 要看医生的这个条件 他有可能是 我们所谓体质性生产之外 就是说他是晚熟的 这种以后会长上去 没关系 那但是也有可能其他的病 或者是内分泌的疾病 内分泌 像我们刚才讲的 什么甲状腺啊 生长激素啊 这些都是属于这方面的疾病 要小心 所以我们看小儿科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要慢慢耐心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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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 像这些医生就会抽血 对 抽血验一下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 那把它做一个排除的动作 那如果古灵超前的话呢 那超前的话 有一些现象 像说身高体重啊 比一般的来的超前 那有可能是 最重要的是肥胖 对 现在我们发现 其实早熟的孩子 这些就是早熟了 早熟的肥胖是一个最主要的因子 胖的容易早熟 对 胖的容易早熟 或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时候 环境荷茫 或者有些孩子 长期使用内固醇 这些都会影响 或是说中枢性早熟 这些都是相对来讲 都是有可能 古灵会超前的 没错 所以可以算这个 百分比的那个表 测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是 低于3%或4%的 所以爸妈要努力记录了 或者是从古灵看 也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万一 如果真的生长异常 小朋友生长异常 爸妈先不用担心 那其实在医学方面是有很好的治疗方式的 那怎么样能够改善小朋友的身高呢 有这四大方式 比如说补充充足的睡眠 或者是均衡的饮食 或者是规律充足的运动 或者是补充生长激素 好 来我们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一下 如果中医的话呢 如果小朋友比较娇小的话呢 是不是从中医方面有什么样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会讲说这个 灯大人那种 对 是不是灯大人的方法有效呢 有一些研究发现啊 其实有一些 我们古灵超前呢 刚刚讲到很多 那以中医来看呢 是一种 阴虚向火旺的情况 那所以呢 我们会用一些 脂肾阴啊 蟹向火的这个 这些药物来处理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说 我们有分 在一些性早时候 有分一个tenor stage 那这个tenor stage呢 如果是比如说 一开始 比较初期的前期 比较前面前期 胸部有一点点发育 那那个阴毛的部分 还没有开始长 或是有一点点的话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 这个使用这些药物呢 其实呢可以除了让性发育 性象征 对 性象征的发育呢 可以变... 就是减缓 甚至回去 以外呢 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可以来抑制它骨骼 生长版提前闭合 是... 对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来控制它 那如果是比较后期的部分呢 可能比较后面 已经长得快像大人了 胸部已经快像大人了 然后那个生殖 就是阴毛的部分 可能也很完全的长... 也长出来了 很像大人了 是... 对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能呢就是会再配合中... 会配合西药 那有些人打西药的一些抑制的药物呢 那有些人可能效果没有预期的好 我们可能就加入中药来帮忙 这样子... 所以中西医可以合并来治疗 对...可以 那如果中医单独来讲 真的是有一些等大人的药方嘛 对... 那那些有没有用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觉得说要看时机 比如说我们会去评估上 刚刚我们有讲到的 比如说一年大概长几公分啊 或是它是不是已经开始有 第二性针的出现 那另外的话 还会去看它整体的体质状况 那这些情况呢 都是我们评估用药的方法 那其实有的时候 去外面买那个等大人的药啊 可是如果小朋友还小 他根本第二性针都还没有发育 就比较容易 我们会造成一个性早熟的状况 对...时机点 因为我刚刚当妈妈以后 很担心这个 时机点我要怎么去看它 这个时机点 比如说我要看到小朋友 什么样的状况呢 知道说有个警觉 是不是要登大人 我们一般的话 都会先看一下 那个第二性针的发育 像女生的话呢 可能是看阴毛啊 看胸部 看阴毛的部分 那阴毛会比较后面 所以登大人是从第二性针 有迹象出来了以后 再开始 再去评估需不需要 再开始评估需不需要 因为其实不一定每个人也是 不一定是每个人 所以我吃过耶 我就是登大人一样 真的吗 你小时候有吃过喔 登大人一样 阿布就叫乡下的舅舅 去找了赛熟公司吃什么 去帮忙找了一点 那个转骨的药物 这样子喔 你几岁吃的喔 忘记了 但是后来一吃... 有效吗 你看我现在呢 我觉得还蛮有效 搞不好更那个 真的是吗 所以我妈就说 失败 不知道转到哪一点 所以你小时候吃蛮多苦的 然后我自己的女儿 我那个老大 就是我看中医的时候 中医说你要用中医调理 可是西医说 你这个叫做成长直缓 所以我看西医的时候 西医说 你千万不要去吃中医的 那个转骨方 对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都嘛是偷偷地吃 都会 而且妈妈会很担心 那个十几点一过了 就阿伯虎啊 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 比较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要做个评估 如果说古龄真的已经超前了 那去吃这个 就怕说会超前的更厉害 嗯 没错 所以其实中医跟西医 其实可以合作 真的 其实西医可以从古龄 去判断这个孩子的状况 从古龄 然后再给中医做一个参考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想应该是比较符合 现代一个治疗的原因 对 没错 那在营养方面 是不是家长有什么样的注意呢 广告后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5G健康同学会 好 那如果这个小朋友 我们希望他长得健康又快乐 又这个身高算适中的话 在营养学方面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办法 我们要补充他 对 因为之前其实 我也看过几年的儿童门诊 那儿童门诊大概 最主要两个问题 一个是肥胖 一个就是太瘦长不高 对 对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在小朋友的一个补充上面 第一个一定所谓的 均衡的补充营养 那这个什么均衡呢 其实这个都是妈妈 或者是家人要做功课 我们会请她回去写饮食记录 对 想要写饮食记录 那这时候我们就希望说 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扰的 妈妈或家长的话 其实在写饮食记录的时候 可能要诚实去写 那要不然如果还没诚实写 有时候我们算出来跟实际上 奇怪怎么已经调了 那她为什么还是没有改善 这提醒她 那另外呢 在所谓的这个营养部分呢 当然我们知道要长高的话 其实钙质非常重要 那包括低脂牛奶跟各种乳制品 那这边还有提到小鱼干啊 还有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那这个很有趣 就是通常呢 这个小朋友在做这个 长高这个这件事的 营养的一个建议的话 除了钙质之外 很多人都忽略了 所谓蛋白质的部分 对 因为很多的妈妈 她会觉得说 那我平常都给小朋友吃肉啊 那也蛮多的啊 因为蛋白质 其实它有个主要功能 是身体的成长修复 这个都是需要蛋白质的 那后来我们发现说 原来她给小朋友的蛋白质的量 一整天算下来 不是不够哦 反而是超过 但是她的那个形态是不对的 她都给小朋友 都吃到油炸的蛋白质 比如说她都吃到炸鸡腿 然后吃到小笼包里面的 这些肉包里面的肉 那这些都是属于高油脂的 而且这些所谓油炸的 烹調方式不对的蛋白质 其实她的吸收率都会降低 那当你蛋白质的 所谓的吸收进来的 一个量不足的话 其实它也会影响到 所谓的升高的一个问题 所以真的煮得比较好 不要炸的 就是说你要是以新鲜的蛋白质 然后吸收率高的 所谓的蛋奶 然后所谓的肉类的话 都是以比较是正常烹调方式 不要太高温的这样子 那另外呢 所谓的寒心的食物 我们知道寒心的食物 其实也是在成长发育所需要 所以像一些牡蛎啦 虾子啦 海鲜类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给的 那我之前碰到的案例是 那个小朋友已经太瘦了 就是已经都胃口不好了 那胃口不好的情况之下 那个家里面 其实吃的还蛮清淡的 那她就给她那个豆腐 就是豆腐的量 可是其实小朋友她在吃那种 一般的那种软豆腐的时候 她要吃整整半盒 才等于一块肉的量 所以与其她这样子 我们会建议她说 那妈妈 你是不是可以给她 比如说像鱼啦 或者是说一般的 正常的一个肉这样子 所以其实要看小朋友的状况去做调试 那少吃油炸 其实刚刚我们主任有讲 蔡医师有讲到说 油炸其实会影响到 所谓的体重的过重嘛 那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生长发育 还有甜食的部分 那咖啡因啊 茶类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要请就是妈妈 注意早上的那个奶茶部分 或是红茶 其实它里面都有咖啡因 如果你每天都给小朋友 喝红茶奶茶的话 其实它盖子流失的很快 还有一项就是 这边没写到的是太咸的食物 我们其实我们同学 会常常来呼吁大家说 太咸的东西 其实盐分太多 钠含量过高的加工品 其实都会让钙子去做流失 也是会 好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们要均衡饮食的话呢 其实要注意这些事项 那另外呢 在药物治疗方面呢 其实可以有生长激素 这个选项可以考虑 对不对 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 那生长激素的治疗 以它的效果 究竟要怎么开始会比较好呢 像这个就是 刚刚月娥姐的 那一个 那个特别的一个例子 是 就是像这些 在治疗之前 看到都小于三个百分位的 这群的小孩 对 它其实是出生 体重比较低的孩子 对 那我们来看 这个方方方方方 点蓝色的点 就是开始生长激素 治疗的时候 你看它的点 都位在我们这个 正常的曲线下面 对不对 点点点点点 但是治疗了六年以后 也就是说 哎呦 治疗蛮久的 一开始慢慢打 慢慢打 都还在下面 但是后来就变成三角形 三角形 它往上走了 对 都落到生长曲线的 正常曲线 正常曲线 对 所以这些孩子 所以现在就要治疗很久 是 基本上治疗久一点 效果比较好 通常要多久 比较明显的例子 都是六年八年 六年到八年 对 但是国外 因为他们有一些商业保险 两岁三岁就开始在治疗 对 所以就四岁 基本上现在四岁 开始就可以治疗 所以基本上这些个案 他们都是有一些商业保险 在给付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国内一直都是健保 健保 我们没有给付到这一块 其实生长激素 对这些低出生体重儿的孩子 是有帮助的 来 又有你的小朋友 我这个时候就打 你看我们打了多少针 打这么多 怎么这么多 这我就拍一张照片 这我每天帮她打一针 像这女儿好辛苦 每天都要打 所以打到后来 你就发现她那个大腿 侧屁股旁边 那个皮肤都已经变成 都变硬块了 真的 对 你看 那这样很辛苦 小朋友很辛苦 我们也很辛苦 因为你每天要帮她打一针 对 没错 所以打打打打 那我们又不属于是罕见疾病 医生还说恭喜你 你不是罕见疾病 我说所以呢 妈妈你不要放弃 那然后呢 那你去自费打打看 自费 那结果呢 几十万耶 啊 这么多啊 真的啊 李医生 打这么多啊 大概基本上 基本上 30公斤的个案大概 一年的费用大概要25万 但是我觉得为了帮助小孩 是 还是会花这个钱 对啊 但是有帮到吗 就是后来医生叫我们不用打了 了解 因为他看到他没有 反应也增加了 没有反应 因为我们不是在检查当中 发现你是缺少生长激素 你不是缺少的 只是用生长激素来试试看 因为找不出任何方法 了解 就我们刚才讲说 其实要打的话 早点打比晚点打 效果好 没错 所以这个点很重要 所以是几岁 所以阿尔是有甘利 那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成功的对不对 对 成功的往上走了 是 因为阿尔解说他的是十几岁打的 对 已经国一 国二 国二慢了 没错 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生长迟缓跟生长激素缺乏的话 如果打的会怎么样 那如果是性早出治疗的话呢 曲线医院会是如何 我们刚刚提到说 有些是要自费打 是 那其实也有些个案是 可以用健保给付 真的有 那健保给付 其实有三个例子 可以健保给付的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缺乏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透纳式症 透纳式症 就是有一个蒲状菌的症 对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小胖威力 现在这三个疾病 三个可以给付 但是健保给付 你看我们以生长激素缺乏 这个个案为例 这个孩子其实你看 他在我们追踪的过程中 他还没打生长激素之前 你就发现 都是在三个百分位的地方 在成长 9岁10岁都在下 都一直没有办法 进入生长曲线 结果他到12岁半的这个时候 到135公分 12岁的时候 135公分的时候 这时候开始 治疗生长激素 他在治疗四年半的时候 从135 涨到170 4%的耶 对 就进入50% 所以这种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 打生长激素 其实效果非常好 没错 那如果他没有打生长激素 加强没有带他去治疗的话 他可能就沿着这个曲线走 他就是走在 他可能就长在160左右 160左右 男生 男生 他10分差很多 稍稍加强一点 是 这个孩子他跟我讲说 他原本在小时候 就是看着人家 然后被人家欺负了 看着人家 然后现在长大以后 他说他有的时候看到不高兴 想要扁人家 我说万万不可以 万万不可以 不要这样往下看 要平视这样子 那如果性早熟的治疗 用生长激素的话 也是有案例的 对 像这种生长激素 就是性早熟的个案 其实你看这个曲线 好像人家还没有 很陡欸 对 他超过一般的孩子 生长曲线的速率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 抑制成熟的药 除此之外 加一点生长激素 现在西方的治疗的一个 一个 可以看到使用以后 它的速率就可以往上提升 所以加上去 意思是让它回到正常 对 生长激素回正常 稍微平缓一点 对 如果说他都没有治疗的话 可能这条曲线看 慢慢要平下来了 可能最终来讲 可能就是 也会到这边 但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治疗的时候 其实它的曲线就不一样了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是治疗性早熟的 换句话说 这个生长激素 我觉得对部分的小朋友 还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有帮助的 所以基本上要去看医生 看医师 其实这个图 另外又告诉我们说 其实治疗的剂量 跟它的成长的效果 其实是有差别的 也跟剂量有关 那剂量应该要医生决定吧 对不对 当然 每个人对生长激素的反应 也都不一样 对 那这个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生长激素有一个受体 受体上面DNA排列的顺序 其实影响到 生长激素治疗的效果 那如果没有 没有治疗之前 其实好像这个曲线都没有 这是成长的速率 像这个是用速率来看 对 没有治疗 它的速度就是打平的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成长 但是如果治疗低剂量的话 它的成长是一个这样的曲线 治疗一年两年三年 它的曲线是这个样子 第一年治疗效果最好 但是用高一点的剂量 发现它的剂量 没有曲线又不一样 所以剂量的高低 其实跟反应也是有差 也是有影响的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另外看 除了这个生长激素的方法以外 其实充足的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对 有的时候小朋友啊 因为睡眠不足 会影响他的身高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说成长有三个因素 刚刚营养师提到 营养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运动 第三个要睡眠 对 那有的家长跟我讲 医生你讲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对 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些都不是老生常谈 在学理上都是站在助角的 真的站在助角的 对 现在看充足睡眠 每天小朋友要睡足8到10个小时 这个我可以作证 因为我们家那个老大 就是一直以来 10岁之前 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安稳睡觉 那里好辛苦 那里好辛苦 那里很辛苦 因为睡眠的时候我们发现 这条曲线 红色曲线 是生长激素分泌的时间点 所以晚上比较高 对 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 你看在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这时候不分泌 分泌都是什么 在我们半夜要睡觉的时候 8点以后24点开始分泌 然后又有一段 有两过高床 对 都在晚上分泌 所以如果说你睡眠不充足的话 其实这段时候影响到 他分泌的一个时间 而且晚上比白天高出三倍 对 所以最好小朋友 10点以前要上床 真的 大家不要抽脱他 那另外呢 这个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发现运动 其实是可以刺激 生长激素的分泌 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以后 30分钟就可以看到 生长激素可以上来 甚至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图 这个是1974年 非常早期的研究 他们发现如果白天有做运动 白天有做运动 白天有做运动 有运动的人 他的生长激素比较高 没有运动的人 生长激素晚上分泌的比较低 所以白天小朋友要做运动 晚上会一样 晚上生长激素的生命 他继续 然后晚上要睡足他 是 加成效果 运动得好 白天运动得好 晚上又继续分泌这样 对 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没错 但是老二吃得好睡得好又运动 有运动吗 可能 没有耶 没有 没有运动照常 只有吃得好睡得好 最后点他们都吃得好 事wr Cause 你